十號晚間民眾開車 經過台中大駕區金谷路上 沒想到路燈開始不斷的閃爍 有節奏的忽明忽暗 正值廉價期間 難道這路燈都開心的一起開趴了嗎 其他駕駛也在附近路段 遇到一樣的狀況 直呼超級危險 因為路燈閃爍會造成車窗玻璃反射 影響行車的視線 附近住戶透露從九號晚間 路燈就開始不斷的一閃一閃 懷疑難道是電量不足導致 台電則解釋是公所的開關箱短路 才會造成這種情形 已經協助改善維修 另外在彰化生港 一處巷弄路燈也是一閃一閃 當地住戶抱怨 上個月二十九號就開始了 不過台電也解釋 是開關回損以及接頭鬆脫 截除不良路燈才會忽暗忽明 已經檢修完成 避免影響用路人的安全